来看一道思维题 在括号中填入相同的数 使等式成立 这个狮子我们应该怎么来思考呢 来在分数当中啊 最后它们等于五分之三 这里其实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 就是上边这一堆分子 说明它有三份 把它看成三份 那分母呢 对应的有五份 所以它俩的比值肯定是五分之三 好转化成为分数啊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画一画线段图 分子有三份 画三段 分母有五份 一二三四五 好所以画完线段图之后 我们想到了貌似跟我们以前学过的 和差倍问题相关是吧 好那有了这个倍数图 我们接下来要找到一个和或者是一个差 那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呢 来看这个信息啊 它填入的都是一个相同的数 也就是这两个数同时加上了同样多 差不变 哎以前学过的知识点 所以说这个现在啊 这个分子和分母 它们两个的差是多少呢 跟加之前啊 跟增长同样多之前 差是一样的 哎所以原来的差去求一求 原来的差应该是33-17 等于6 哎那也说明等于16 那现在的差肯定也是16 OK那就找到了这个差是16 接下来看图去求一份 一份16除以2就可以了 等于8 好一份是8 那我们可以把分子 现在的分子求出来 3824 现在的分子是24 原来是17 加上了多少呢 7 那下边同样的也要加7 最后可以验证一下 好 这道题学会了吗 应用的思想就是这个位置进行突破 同增同减 差不变 还有最后分数是化减之后是5分之3 那说明了他们俩的一个分数关系 我是90后数学老师 孩子成长有目共睹